自从孙悟空被通天教主从原始天尊手中救走之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跑回到了人间界 对于此次营救血龙凹天的行动 悟空觉得无疑是失败的 然而就在他惋惜凹天自爆身亡的时候 却没想到 我要是不自爆 恐怕等不到通天教主出手 我就已经被原始那个老杂毛给捏死了 谁 是谁在说话 是我 你口中已经自冒的血龙凹天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还跑到俺老孙的身体里了 什么时候进去的 随即 悟空盘息而坐 神殿向着自己丹田之处望去 只见在那如意金箍棒的旁边 赫然就是那血龙凹天的神魂 就在自爆之后 另外我好歹也是准胜级别的强者 自爆而已 还不至于行神俱灭 而且当时周围只有你的身体 能够让我暂时容身 所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钻进来了 抱歉 今后恐怕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得寄居在你的体内了 我尼玛 不是吧 虽然我是想救你 但也不是成为你寄居的对象啊 那俺老孙以后和子兰怎么办 现场直播吗 放心吧 悟空兄弟 我现在只剩下了神魂 根本就对你做不了什么呢 而且说是寄居在你体内 有些不太恰当 正确的说法是 我和你签订了龙族契约 从今往后 我就成为了你的法宝 或者说是契约神兽 龙族之中竟然还有这样的秘术 可真是匪夷所思啊 若是这家伙没说谎的话 那以后这血龙凹天的生死 就在我的一念之间了啊 想到这里 悟空的心里顿时乐拍了花 虽然之前营救血龙凹天的计划失败 但他却因祸得福 得到了一个准圣级别强者的契约神兽 悟空兄弟 当时我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动用龙族契约 这样我才能够保住一命活下去 另外你放心 我对你的帮助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什么帮助 说说看 我可以把上古龙族的功法秘笈交给你 另外我还知道上古龙族 混沌龙神战甲的下落 应该还没有被人取出来 我可以带你去寻找 卧槽 这东西一听名字就是屌诈天的神甲啊 混沌混沌 该不会是混沌级别的宝贝吧 那说什么也要去找到 行 没问题 以后你就在俺老孙的身体内住下吧 以后有机会的话 俺老孙帮你重组肉身复活 得嘞 悟空兄弟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随后 就在血龙凹天响和悟空在进一步交流的时候 一道声音却响了起来 悟空 快把我放出来 我怎么把子兰给忘记了 从两界焦点出来后 他就一直待在我的衣领里啊 悟空 你真的是太乱来了 那原始天尊可是天道圣人境界当中的决定强者 哪里是你能够招惹的 当然我知道 你一直对自己都很有自信 而且运气也很好 可好运不可能每次都庇护着你 求求你 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好吗 说到这里 子兰仙子的眼里已经布满了泪花 而悟空在听到后 心中也是愧疚不已 但是他很清楚 前几日和原始天尊的敌对 甚至说是和整个人族天道圣人的敌对 才刚刚开始 只要他攻破天庭灵山 复兴妖族的目标不变 那这种冲突就不能避免 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对不起 子兰 让你担心了 俺老孙向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 真的吗 真的 那好吧 我就回天庭去了 毕竟我消失的时间太长 王母囊鸟那里肯定不好交差 你要照顾好自己 好的 你路上小心 随后 子兰仙子便转身向着天庭的方向飞去 哎 你干嘛要骗他 俺老孙怎么就骗他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用装糊涂 以后的你绝对还会和原始天尊他们队上 你都说了是以后咯 说不定那时候俺老孙也是圣人级别的强者了 到时候和原始天尊斑斑手腕也不是不行 呵呵 希望如此吧 是肯定如此 好了 出来这么长时间 俺老孙也该回花果山了 十多年了 悟空兄弟 你到底去哪儿了 是不是把我给忘记了 你要是再不来 我可就要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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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